这是2014年发现于南非 与一个成人体型接近的巨大脚印 根据脚印的大小 科学家推断如果它属于人类的话 那么脚印的主人至少有七米 经过检验 该脚印至少存在了两亿年 大脚趾和其他四个脚趾 脚跟都清晰可见 如果是自然形成的 那将是一种极其巧合的事件 行车记录仪拍到的离奇一幕 只见路中央突然出现一个不明目的 当车辆激进后才发现那是一个小男孩 司机显然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不轻 怀动的雨刷器足以证明 问题是夜深人静的夜里 在路的中央如此诡异的行为 这个小男孩究竟在干嘛 在中国 有一只猴子长着一张和人一样的脸 这张脸与人悲伤时的脸非常相似 当一个游客将照片发到网上后 迅速引起围观 动物园更是涌入了大量游客 想亲眼看看这只猴子 据说这只权尾猴在寻找伴侣时 一直遇到困难 每年的泰国解夏节 湄公河里都会飘出大量的火球 这一奇观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慕名而来 当地人将它称之为那家龙土猪 这一节日便是著名的世界那家火球节 这些火球从河里窜出来 小得犹如鸡蛋 大的像是啤酒 有红色和橙色 速度很不规则 十块十慢 没有任何的声音 而且亮度不一 这些火球全都是诡异的声唱天空 并不会掉落下来 它们在上空维持一段时间 就会消失不见 这些火球多的时候 甚至能达到成千上万个 非常的神奇 对此 你怎么看 就像在一些动画电影中一样 这些人载了一只孤独的企鹅 围到他的家人身边 到目前为止 他是唯一一个 设法搭上路边服务的南极动物 马路上 一群伙计围绕着一个尸体在转圈 这诡异的一幕该怎么解释 天空中出现一排光点 看起来像是摩斯密码 有人知道这是传递的什么信息吗 2011年3月30日 泰国一位41岁的鱼民 钓到了一只有20条腿的奇怪生物 渔民起初以为那只是一根树枝 但后来发现这东西开始动了 吓得他差点掉到海里去 停放在湖中央的皮滑艇 突然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 回忆地跳动了起来